寬敞房間 國泰月子中心七樓新房型 去年底才完成裝潢 民眾在今年初花了三十八萬元入住 卻聞到刺鼻 甲醛味 不只大人不舒服 朋友帶小孩來探望 先是過敏紅腫之後溜臂血 林先生驚覺不正常 六號到國泰醫院檢查 被診斷為上呼吸道刺激性黏膜炎 手持甲醛偵測器 發現室內濃度1.13ppm 走到營養室外濃度更高1.79ppm 向國泰反映之後換到八樓新房 甲醛依舊在1.78ppm 都超過室內空氣品質法的標準 0.08ppm 國泰醫院檢查中心原本標榜低甲醛 但網頁卻悄悄改版改稱低過敏 難道是自知理虧 在國內的這個標準值加確在工作場所 8小時內的平均容許濃度是1ppm 大概在檢查的結果是0.09 我們是符合這樣的一個容許濃度的標準 這個空氣品質管理法目前公告實施的對象 沒有公告到月子中心 所以也變成就是無法可管 雖然它超標 北書山局將含請衛福部將室內空污規範 納入月子中心 免得民眾花大錢沒養好產後身體 反而洗甲醛上升 這集《黃泉文》台北報導 中心中心